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罗政治 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天天天南 主持 谢二方 宋景辉 李伟宇 钱建宁 回来我们的天天天南 等一下 突然间多了个人 重点 不是不欢迎我 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迟才到 我没有 要找食 那就要体谅的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 我就不见你 不要发秘密 在公众墙 我问其他 我刚才好像有个问题 你问 究竟什么问题 其实我经常都想问海军旗 和国旗的样子一样 究竟怎样分 如果他两个海军旗 如果他两个海军旗 反过了怎么办 我不懂分 其实海军旗 一个开心大发现 就是海军旗和国旗 是一交无恙的 是一样 是一样 不要加那些字 是国旗 不要加那些字 对 那怎么分 如果他要粗 分别主要是旗纲 通常海军有些仪式 或者海军官校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仪队 你一定会看到 国旗一定是站在中间 那根据国旗法规定 那国旗一定是配 除了旗纲 应该是配一个金色的圆顶 但是军旗呢 因为军旗 就会有一个不同 就是在旗顶 国旗纲的顶 他就不是配那个黄金色波 他就配那个矛 好像矛头 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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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你和军旗一定会站在旁边 他不会站在中间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 那种奇怪 你每次看一看 为什么有两支国旗都会移动 国旗和海军军旗是同样 其实好像是关国父中三男的事 好像是有些渊源的 那就是因为国父有分 而且不是好像北洋时代的时候 是说将这支本身清清白玛电行 改了作海军军旗 就是在那个时代 可能在那个时代传承下来 因为本身国旗的提案 就不知道五色 然后就跳了18军 北洋是转了 北洋是转了 好了 随便找个位置给你摆 那就摆了给你海军 好像 就是在我记得的地方 就说 不要只说海军 海到空有三军 那说空军的时候 说回我们国后很骄傲 那什么这么骄傲 其实有个奇外话 就是即使你现在新的F22战斗机 监气口也是抄抄它 那抄? 等等,那这支是什么机 FCK FCK 我说到经国号战机 当然要先说一个人 哪个 我看到了一张照片 那这个是谁 这个就是五黑鎮上教 已故的五黑鎮上教 五黑鎮上教 等等,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关于这个 经国号战机的诞生事 逢这些军备 一定有圆形的产生 他在研发过程中 FCK1A 就是最初这批新出的战机 还有圆形机 当时就由五黑鎮上教 就是担任这个是非官 他就是 1991年就是民国80年的时候 7月12日 这个鎮阳演习就是 那天在研发的经国号战机 还在研发大 准备在投产阶段 要是非 就是是非 就是由五黑鎮上教 就拿着1002这部圆形机 就是第二号 天智第二号的圆形机 是圆形机 就在外海 试飞 但是当时 五上教 就很热心 就想将圆形机 里面有些问题 就试出来 就一直拿着那部战机 但是因为当时 那部机已经很不稳定 很确定了 但是他一直坚持 不肯回到基地 就一直继续试飞 就等多些数据 让他收回到中心 让他知道 可以怎样改进去 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之下 那部机最终就是硬 就叮不住了 就变成失事 那当时五上教 就是最迟那一刻 才按个弹飞键 弹飞出来 那当时他不是连机 跌下去的 但是因为时间太迟了 所以他最后就 相重不治 中年是 他只有41岁 就是非常优秀 这个是国家英雄 这个是国家英雄 对啊 所以他去世之后 当时李登輝 李逆追赠他 就成为少将 追赠官街 然后他葬起空军公武 他也因为其实是有五上教 他这个英勇的时职 才有经过一套战机的诞生 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 就将那些数据传回去 那中研院那边才可以一路跟进 然后令到每部机 都可以安全传出来 所以特意他们的汉长公司 是铸造了一个 暗章湾的铜匠 就放在他们厂区里面 那每一部经过 好战机出来的时候 刚刚出厂的时候 是会站在铜匠面前 给他检阅先 这样来到 永远 好战匠的事迹 就是好气长全 真的对啊 这个就是那个铜匠了 那原来一部战机要诞生 要用来为国 也有这么感人的故事 那不要说那么多了 那经过号战机 很多时候我听过 但是究竟是什么性能呢 其实我F16 有Soul27那些我听得多 但是经过号战机 真的没人说了 这家真是经典 你经典都要告诉我 你不要急神迫 去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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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图有的照片 这样 那经过号战机 我现在都没有 叫什么 叫IDF IDF是开发代号 开发代号 叫做自制防御战机 实名叫Fighter 不要妨礙你们介绍 这部 正面 这部是他的正面 其实他开发历史是什么时候 先看看 1980年代 在这个经国总统 其实原意就是 国今的时候想引进F16 但是美国应该是受了肥压力 就不可以直接卖给他 刚刚79年中美断交 对 那变成了美国也未被图你了 被图你了 你自己想碰他 就是这样的意思 哇 那你很不负责任 叫你自己想碰他 你在那个情况 就是上面班大佬这样搞 你军方 你军方没办法 你以为那些军工佬不想搞 买战机 买多几十部不开心 那些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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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你不给买 他又给你一幅图 Q&A 那你公园院和美国通用动力 和一众军工合作 买刑件左右 不是买刑件 不是买刑件 整部机台 中�的看看 那道具 可以每个程式都制裂 consecutive 因为电机会是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Honeywell和公园院 Honeywell八成 中园院 中园院就是两成 其实中间还有 Purple Comm nasze电 因為WOW的J39打算開發一隻世紀給J39用 但最後J39用了F404 所以WOW放下了後延器就走了 因為Honeywell沒有後延的技術 Honeywell是專門做民航世紀 Honeywell想進入軍工市場 所以跟工延遠合作 開發這副引擎唯一副引擎 但因為美國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萬一一天過不了海來幫忙 其實整副引擎的生產方法 台灣人可以自己做 一手一腳整副引擎會突出來 那厲害 比現在更厲害 你買回來也要買完全家產 但你這隻不用 你這隻可以隨時把生產線組裝 不要麻煩 引擎的技術是很難突破的 這件事是真的 就算是匪 就算是匪現在的科技 它怎樣吸引一個引擎出來 是一個很高難度的 因為現在經常都聽到 它說那個戰機的動力不夠 波線10 這個是笑話來的 很多年前我看過TVB一段片 訪問匪的機師 我們簽10 那下了底了 那你有什麼感覺 如果對比鵝鵝鵝鵝鵝 和它自製那隻窩線10 那個機師也是很誠懇的 其實鵝鵝鵝鵝鵝60秒起動 攻角可以去到80度 還有那個空速可以去到 那個數字不記得 但是如果你一轉了匪引擎 就糟糕了 90秒起動 推力剩下七成 還不止你攻角是少了一頭九 80多度去到60多度 那個攻角的意思是因為 你戰鬥機要測試 其實你經常都要做好訓練 就是你去到那麼近 就關掉那副手機 off了它 讓機器的速度跌下來 就再穿回那副手機 這個測試就是在於人擎在 那它攻角60的話 很快的分 你鵝鵝鵝鵝80 鵝鵝80 跟負碎積 其實如果說攻角這個東西 在空軍的訓練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專門的學問 來的 怎樣在攻角底下 怎樣去設定 再穿回它 是對那個空中的潛鬥技巧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因為你鵝鵝鵝鵝鵝 那個 怎麼說 它那個壓縮機的問題 就是你空氣的流動太快 你就穿不到那個 Burner 你全部穿不到 變成一定要低攻角 那你變成 那不就更慘 我直接跟鵝鵝鵝買的外銷火 我都不賣給你 是AL31 它因為知道你的鵝鵝 你這幫混蛋 你打算吸一部不跟我買 我就不賣給你 那你就是 果然 真的不尊重資產權的後果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肥子一向都在做的 是啊 窩線10 其實它不止由AL31 演法 其實再加上就是 CFM 用手機來的 CFM56 CFM56 即是你波音343 343 用手機 不是 Airbus 因為它那時候肥美建交之後 很多技術都轉了給它 連這副手機的生產權都給它 你大陸是可以做一部出來的 但是沒有人買 但是它就拿這部民用計的 渡輪真鵝 再加你俄佬的ALSI 這個後研 混合它 不知道怎樣做一隻手機 經常跟人說什麼 我跟美國人很不對的 那些美門就是一路 一波風這樣來 先說回我們這隻IDF 其實它第一部原型機 是什麼時候出廠 記不記得 看資料也有 1988年 它好像第一部的IDF就出來了 就經過先生過身那年的年尾 過身的年尾 又落地了 那它是不是有個很大的自制計劃 名字叫做什麼 叫做英陽計劃 其實它主要的英陽計劃是做什麼 英陽計劃是做什麼 我記得是做機身 做了機身 即是設計了我們那個 叫做什麼 那個殼 對呀 先儲了一個籠 英陽計劃是做一個籠 然後你另外 因為你另外一邊都是工研院的 不過問題是你跟 因為你機身人同都用動力 但是你的辦法是跟Honeywell 那你變成要開兩間公司 就是這樣合作 但是這部機 你這樣說 是二十多年前的東西 除了你F16 F16也是七幾年 但是它有沒有再升級過 曾經有 好像是陳屎餅那時候 就是將它升級做CD 就是這個長式大腦 即是它強行 它要撕經過的名字 它又不想做新機 他又做了一個很齊的名字 叫做紅鷹 紅鷹 紅鷹精技 紅鷹精技 但是空軍不受 其實它認為有些pass是不需要的 那它就拿些 而且造價是過不到預算的 很老實 造價是過不到預算的 很貴的嗎 應該說中華民國國軍的軍費 其實是要過很多重的 我們國父五權憲法 五權憲法 講得了 你要過五院 你要過五院才能過得完 那你只能過立法院都過不了 那就是混蛋了 那就是這樣 那其實它的升級 那其實最後有沒有投到產那個 其實沒有 有兩隻 只有兩部原型機 就是到現在為止 為何搞這麼多東西 只有兩部原型機 其實你也是那句 是呀 做開發成本是很貴的 但是你始終還是要保持開發的 保持開發才可以做到 譬如我們海關陀高嵐 你都要各艦各造才不會受制於人 還有陀高嵐算便宜的 七千萬美金一部 還有說回來 剛才我還沒來 台製的好像 好像是電腦一樣 幾天前就有一隻藍膠 就有一隻盆石膠 那隻二十多折至三十折航速 好過一隻腿 那隻腿十六折好像天星水 等一下 那你還有 現在很多年了 陳水變之後 他之後還有沒有升級的 你不要說升不升級 雖然說你覺得 那些經過好像說 科技去到幾年前 現在台灣三隻主力戰機 IDF 即是FCK-1 跟著有隻幻盡2000 有隻F-16 你感覺上好像 會不會 普遍的人覺得IDF是否次一級 我告訴大家 IDF現在還是擔任台海第一線的戰機 它的妥善率是三隻機 最穩定的 因為你自己做 F-16 不知道跌了多少架 反正你千 不知道跌了多少架 IDF跌跌跌是最少的 只有外國人是信不通的 你始終自己做 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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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維修 有什麼農料 又好做很多 美國機 水途不服 你要100% 妥善 就比美國軍工很貴 你知不知道 一個幻象2000的維修成本 是多少 現在是很多 有什麼事要靠IDF去做 你覺得一支天劍一營的飛彈很貴嗎 很貴嗎 你知不知道一支雲母飛彈 幻象那支要多少錢 一支雲母的飛彈 五支天劍 五支天劍 但做的功能是一樣的 大佬放個煙花一億 有沒有搞錯 我還是不要打仗 但很多東西是因為 戰機有很多限制 你是一個法國戰機 你幻象是一個法國戰機 法國戰機你只能夠 法國裝備上去 你不可以在幻象 吃天劍上去 不行 若然是這樣做就行了 但法國人怎麼會讓你這樣做 當然什麼 我們真的不用跟他買 但你IDF也是用美製飛彈的 可以 這個世界可以 但我F16可不可以 把天劍給他 程序上是OK的 但你要不讓美國人知道 只要你打仗鬼滋 那真的不用說了 打仗鬼滋 打仗鬼滋 你鬼滋我放什麼上去 如果你這樣說 題外話 正如當年國光計劃 阿康百川打算反攻大陸 千萬不要讓美國人知道 那你什麼都知道 你怎麼會不放人在你那裡 你CIA這麼多人 美國人是正恩PK 黑彈都被他抄價 彈都被他賣 等一下 說回我們 除了天劍還有什麼武器 還要駝上機 對 現在好像 好像最新研發到的 萬劍彈 萬劍彈 萬劍彈是什麼 萬劍彈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武器 萬劍彈是怎樣摧毀敵方的機場 哇 哇 那對地 當然不是啦 你 那個飛彈有沒有那麼好命進 如果那麼好命進 就反攻大陸 不用不用 不要說這些 不要按 現在戰鬥機要分fighter 以及攻擊機 就是這樣 fighter是空對空 你攻擊機 即是你 現在這個是fighter 對 我記得是fighter A系 如果你照概念掛著 等一下 他那個摧毀機場是怎樣摧毀的 怎樣就是去到敵方的上空摧毀敵方的機場 讓敵方的機場去不到機場跟他打 這個就是秉承決戰境外的理念 就是直接就令到他起不到飛 就沒有起飛了 夠了 那其實有沒有什麼對地的武器 除了空隊空戰 除了天劍、萬劍 還有沒有什麼對技武器 其實是少的 其實功能上不是 為什麼要分三隻戰機呢 F16就是全功能 對地的 幻象2000主要是擺身軸 為什麼要擺身軸呢 就是因為要保衛大台北地區 幻象2000是一個難截擊 截擊 一定是起飛速度最快 升空之後最快速度都是幻象 所以幻象主要是擺在新竹地區 新竹地區為什麼要擺在周邊呢 就是因為要保衛大台北地區 但是這個IDF暫時 暗國分兩個聯隊 一個擺台中 一個擺台南 就是427聯隊和433聯隊 我看到看到 其實中原可不可以再重新產線 再整齊幾十架出來 其實生產線是在這裡的 問題是有沒有預算 那我不買F16買IDF便行 你真是 單憑我們444 當然要多做一百架出來 但是不是這樣說 如果可以不買美軍的裝備 早就不買 應該是保護貴 其實其實是 美軍裝備是有它的好處的 但是 還是說一句 美國佬不會賣好東西給你 A B 他不會賣好東西給你 就算軍艦也是 X-6也封了 好像封了陳 他封了倉除有翼 A B 他是封全 美國佬很喜歡做這些 美國佬很喜歡把一些東西 他可以用的 就將它進入到一個箱子裡 然後推入山洞裡 對 推入山洞裡 打著它就拿出來 那美國佬現在想到的東西 是玩遙控飛機 QF16 那叫遙控飛機 就是我不需要幫忙 他把所有舊機 安裝到遙控上去 然後他就啪開按鈕 他就自己會飛 也要向他打 對 那這些就是機海戰術 測試的時候 你哪裡去打 你飛又不過他快 飛彈又不過他厲害 他還要不用怕死 你真的不敢 他上課是遙控飛機 那些共匪 原來他整天都是虛張聲勢 我這麼說 美軍 美軍都太平洋 如果美國這樣開 第一槍 美國就是糟糕 看看誰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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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F16 如果你遙控飛機 玩得大的時候 那些F14 封塵那些 其實現在IDF 有多少部 出來了 八兩家 有多少 看看資料 量產機總計有131架 131架 那要扣回一點點 不是 那其實現在那個是 就這樣叫什麼 FCK1 1AB 1AB A型就是單座機 B座就是雙座機 雙座機 雙座嗎 雙座 那些是雙座機 都可以拿到 為什麼要分兩個人 那些人可以拿到 我就是問你這個問題 你就回答 快點說 上去一個空軍 一個編隊 為什麼要編隊呢 就是因為有掌機 有尿機 掌機通常是B B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後面 有一個叫雷達官的人 那些雷達官就是中環了 所謂的 剛才你們說的 就是怎樣玩一套作戰系統 怎樣由預警機 派一些信號下來 你們應該怎樣打 它就可以做這個功用 那個預警機 或者下面一些雷達 收到一些數據 它就可以發上去 給那個算號官做輸流 那個雷達官就輸流 A機、B機、C機、D機 通常五架機是一個編隊的 那你的雷達官就可以分 那一架給你的雷達做 那一架給你的雷達做 那大家就可以做個分工了 所以其實B機的作用是很大的 還有做很多是做訓練的事情 很多很多 剛剛有 不知道大家知道 如果空軍機師要飛這些所謂的二代機 二代機就是F-16 經過號和幻仰2000 要飛這些二代機 首先要有一艘很長的路 從T-34開始 螺旋掌到飛AT-3 AT-3飛完之後 全部要去花蓮 花蓮空間飛完F-5 飛完F-5 F-5不是分電機 即是變回了分電機 F-5是有它的作用 F-5現在還在做徵召機 和在做分電機 後備的時候 娶大雞的時候 你會用 你飛完F-5 PASS之後 才可以發到二代機的連隊 但二代機的連隊 無論F-16也好 幻仗也好 或者經國號也好 都是有雙重機的 那你就是在那裏出來 我又想問一下 如果經國號對現在匪那隻 現在現役那隻 千八就對那隻 其實主要對千十 因為千十 大家所謂各自自己制 即所謂的自制 這個就是圓形 千十就是在那裏 這麼岩蠶 這個第一隻 其實我們可以把以色列那隻C式出來 你可以看一下C式 這個就是圓形 這個地球上只有兩隻C式 C式的由來 就是以色列都想賣錢機 這樣就打完 打完就出DEMO 接著美國就按著 喂 我買F-16給你 不要跟我欠生意 以色列 尿你 混蛋 那沒辦法 那沒放在那裏 真是流氓 因為美國人 周圍都 不然買好些東西 你看看以色列的考慮 以色列一個很慘的國家 其實沒什麼錢 是美國賣錢給你 那陪你喊到 那你的戰鬥機比我便宜 自己弄買F-16 我也是那句 以色列跟美國是一個絕對的同盟關係 是的 以色列是要有美國人撐住 但問題就是 你美國人可不可以沒有以色列呢 喂 等等 這隻和千十有什麼關係 你拿另一隻千十來看看 大家覺得有幾大分別 我想問大家 你覺得有什麼分別 是有分別的 分別就是在於八一匪星 哦 那倒是 那倒是 大衛之星和八一匪星的分別 紅色和藍色 還有他這一類 有壓翼 就是前面那隻壓翼的戰鬥機 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當你一轉彎 他這種壓翼 其實為什麼要用壓翼呢 就是 你美軍美製戰機 其實控制方向抬在後面 其實力中性會比較大 你的方向抬在前面 有一個好處 你馬上可以 其實飛機的方法就是 靠上面的氣流和下面的機翼 上面的氣流和下面的氣流 速度不同 產生的升力 那我怎樣令到架飛轉向呢 我就將上面的氣流改變 一撥個位 上面沒有氣流 但是它的壓翼是做什麼 壓翼就是這樣做 增加 那它為什麼放在前面 因為這一類叫三角翼 萬象都是叫三角翼戰鬥機 三角翼戰鬥機因為翼面太大 你本身的方向的控制性 又會比一般美製機差一些 弱一些 加一個壓翼下去 那就可以提升機器的反應 但是有個缺點就是 一轉彎的時候 你就有很大的雷射反射面 就被人知道 你就被人輸了 原來美國的事情都不是太過分 有時候 原來你這樣說 也有想過 還有另外一件事 現代去檢測一部飛機的存在 除了靠雷達之外 另外也是靠紅外線 紅外線 因為你的飛機引擎熱 熱就會放一些軟紅外線 射很遠的 為什麼剛才說IDF有個很暫身性 在70年 80年代那時候想到一件 現在九十幾年 九幾年才落頭產的戰鬥機 就是因為它的進氣管 S型的 那個進氣管 對 進氣管 工研院那時候說 其實我的彈倉 放在後面 要轉彎 但是一看美國 一看設計 就知道這個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力衝性 就是你的軟紅外線 你不可以直接射出來 變成你在遠處 我除了雷達 要檢測 即我不可以用軟紅外線的方法 去檢測這部飛機存在 哦 其實它有少少是降低了 叫做什麼 就是可偵差性 就像現在戰車的塗料 那些 所以你F22 為什麼F22也要抄回去 不是 應該說 正常的故事是 是美國設計師那邊 都說你們在無意之中 想到一種新發明 對戰機設計有很大的幫助 等我回去了 抄襲之後 其實第一部抄襲的那個 就不是F22 第一部抄襲的那個是F18 F18那時候應該是頭踩 第一次抄襲的F18 F18才是第一個 你F18有兩代 哦對 ABCD和EF 你FA18當年第一部 不是超級大黃鋒的時候 那個進氣口是跟F1一樣 一模一樣的 即直衝 對 特別是去到超級大黃鋒之後 它才拉直了那個進氣口 因為目擊大步了 才變成一個直角 其實你看看那些圖 F18第一代 和IDF 那個進氣口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液底下低 去到中間才開始有 進氣口 是一模一樣的 等一下 你覺得有遷拾和IDF18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的 即是 在各機各造的年代 這兩件事是match的 即是遷拾和經國號 大家都是自主研發自己的生產 但你說在功能上 在對戰上 我覺得經國號就不在於遷拾 喔 那什麼意思呢 遷拾是一個全方位的 即是匪的構思就是 我拿一部遷拾出來是全能的 我都是對空對地的 是的 但是 功能上就是說 如果將一部遷拾和經國號打 我告訴你是不能打的 為什麼呢 打來做什麼呢 根本你遷拾的續航力 和你的作戰判定 和經國號都不同 不同的 是的 那你如果硬說 你試試兩隻真的要對決的話 我告訴你經國號會贏 我告訴你經國號會贏 其實是 作戰判定比你 空中前代技巧比你 是說這些而已 即是再說 你說射飛彈鬥遠的 那根本就不用打的 是的 我雷達見到你而已 我雷達見到你 我就借你了 我都沒見到你 你已經死了 打什麼 其實 這隻東西 這麼滑時代 難怪用了幾十年都還可以 問題是 人們經常說 這些機器 應該要進去博物館 應該要改 應該要改 是的 你有新機取代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更換 但是你還未在新機的情況下 你是可以用的 你不說這個 我那個GF22好抽 我那個GYF35好 我沒錢才可以 那其實IDF 真是中華民國的DURO 你這樣說 國際國做美國佬都要來抄 但是 始終也是那句 那空軍 又好像我那句 空軍 都是需要播一下歌 聽一下他們的士氣是怎樣的 你有沒有聽過空軍歌 對呀 三軍軍歌來說 空軍軍是最好聽的 那我們先去到 下一節我們講什麼 講六軍軍 車 不要劇透著 我們再講 我們先去到歌 空軍軍歌